关注国际的最新消息 索马利亚机场周一惊传一架商用客机 在迫降时翻覆的重大意外 其实从画面上就可以看到 现场冒出了大量的浓烟还有火蛇窜出 消防人员已经抵达了现场拉起水线来灭火 起火的客机原本是从索马利亚的一座城市 拜多亚飞往首都摩加底州的机场 发生了这个着陆时翻覆 索性机上大约30名的乘客跟机组人员全数护救 不过目前坠机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